前不久刚收官的《言喜攻略》 和正在热播的《如意传》 宫斗剧无疑成了观众讨论的热点 而在两部剧未开播之前就频频被比较 从演员真容到服装造型 甚至连演员的片酬都无疑幸免被提及 就目前看来 《言喜攻略》的优先播出战尽仙剂 口碑收视双丰收 聂远 秦兰 蛇识漫的演技 也再次赢得观众的连连称赞 而《如意传》的石头也不容小觑 随着宫斗帷幕的拉开和剧情循序渐进 口碑收视逐渐好转 让观众看着直呼非常过瘾 9月15日《如意传》官方放出纪录片 同行一新《如意传》即是直历史的空白 揭秘《如意传》背后的故事 等观众一探究竟 看了《如意传》纪录片才发现 周迅的造型竟然这么惊艳 脸不将不准 可惜全被剪掉 片中曝光了周迅的一个造型 应该是如意入宫的早期造型 脸上六十粉黛 眼神温柔清澈 时而露出少女般的娇羞姿态 应该是还没有经历后宫争斗的挫折 纪录片中周迅没有上挑的掉烧眉 脸也不将不准 表情自然完全与剧中判若两人 网友纷纷表示 非这个造型美到了 这个真的好看 但是在剧里没看到 可惜这么美的造型全被剪掉了 全剧都没有看到 不过明显看出来这套妆容 与剧中的风格不太一样 因此网友猜测 这个可能是世系的时候做的造型 后来张书萍尽读了如意的造型就全换了 看得出来风格差异 更有网友直言 估计和蝴蝶结那个选 用那套最后决定用蝴蝶结的 就造成全网黑了 要知道最开始周迅被黑 也是因为前期的造型问题 然而 看完了如意传既是既辛酸又辛味 辛酸的是这样一部精致的充满诚意的艺术作品 被有心之人攀射抹黑 弄出各种闹剧 乌烟瘴气 欣慰的是 看到如意传整个台前幕后 这眼值人员们卯足了净 倾注了饱满的热情和真情 哭在这个创作上 虽然说我们现在的影视环境 确实是很一言难尽了 但好在有人一直在坚持 正做好做精他们的工作 想要为观众带来好的东西 仿佛是在旅行使命一般 如意传有着他厚重的独特的气质 虽然因为各种原因存有遗憾 播出后不尽如人意 感谢观看